好我们再来看到宏基公司宣布董事长及执行长王震堂请辞 董事会决定他的董事长的职务任期就到明年6月 而另外执行长的人选是由总经理翁建仁接任 明年的1月1号开始生效 王震堂说面对宏基连续几年的财务表现不佳 现在是他该负起责任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两张图表 首先我们来看到是宏基近年来的EPS数字 宏基今天才公布最新的第三季的数字 单季的您看到单季的EPS数字是 这一季最新的是EPS是-4.82元 而税后的净损是有131.2亿元 也就是说光是这一季 那么宏基就已经亏了百亿元 我们可以看到从前执行长蓝旗闪电请辞之后 宏基的近年来每股盈余就是持续低迷的情况 而另外我们还看到是另外一个数字 是宏基近来的股价 宏基曾经在2010年的1月 是来到了盘中最高的数字 105.5元 不过在前执行长蓝旗离职之后 王政堂接手了以后 股价开始是一路的往下滑 甚至到现在跌到了股价是18.15元 那么股东们亏损了大把钞票 而王政堂也要藉由请辞来承担责任 同时宏基也要面临重整的命运 那么历经升到了云端 最近宏如掉到的地面 这几年连续亏损 感到遗憾 他们抱歉 我总是想 应该要找比我更有能力的人 来带宏基脱离困境 那么今天董事会也做了决定 我是董事长跟执行长 我都提出辞承 表明在离开宏基之前 会对公司做出必要的改革 但是还是难以脸上的不舍跟落寞 除了线下的董事长的职位 王政堂也宣布执行长的职务 将会由总经理翁建仁接任 自己会留任董事长的位置 到明年的六月 不过谁来接任董事长的职务 他表示宏基方面还没有定论 只说将会成立临选委员会 来进行讨论